很可怕 很恐怖 有什麼可怕?看看畫面 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 總共四道門 港鐵飛掉車門事件 今早九點多再度發生 示範在油麻地站 一輛駛往中環 正在接近站的列車 跟車頭位置 四道車門都移位 畫面所見 其中兩道門斜斜地飛掉了 另外兩道門直接橫躺 攝在車身和玻璃幕牆之間 可想而知 撞到車門的力度有多大 據了解,當時有700多人在車廂內 港鐵即時疏散乘客 據報有兩人不惜 其中一人要送院 幸好今天是星期日 乘客在車廂內 不用迫到黏住車門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雖然如此 在場的乘客都說不鬧不快 很離譜,車門都可以掉出來 應該要加強一些管理 港鐵那裏 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做保養、做得工人 很恐怖 甚麼恐怖 站在旁邊的房子都受傷了 如果繁忙時間就危險了 我們現在身處在港鐵油麻地站的 荃灣線越台 現場所見 周圍都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不讓其他乘客出入 而我們也看到有不少工作人員 包括港鐵工作人員 消防和警察處理事件 只見職員走下路軌 初步檢查路軌的損傷 也有職員運來大批木房 搬下路軌 究竟有甚麼作用呢 這輛車已經下了底 本身應該在軌道上 出了軌就下了底 你要想駕駛它 放上路軌才能走得到 這麼離譜的飛甩車門事件 2021年尾才發生過一次 當時是另一邊的車門 誠一說是廣告牌鬆脫 撞到車門所致 但這次呢 飛甩的車門在玻璃幕門這一邊 出事原因又是甚麼呢 看回出事後曝光的這張照片 見到出事車身明顯傾側 右邊貼近幕門的車頭部分 還明顯有碰撞損壞的痕跡 究竟出事原因懷疑是甚麼呢 戒機會就是撞到外面 撞到外面都有兩種 一個就是隧道之間 突然不知道有甚麼 撞了出來 好像之前說過牌 是一種情況 但那個也是撞一、兩道門 去到盡了 怎樣都比較少… 應該難以發生 一種就是幾道門全部掉下來 所以另一種就是出軌 出軌就變成車不走自己的軌道 就會撞到隧道本身的信號設備 可能排水等等的設備 有機會一掃過來 幾道門都會掉下來 我自己的判斷 就覺得出軌的機會是最大的 出軌?感情不可以出軌 地鐵更加不可以出軌 雖然這次沒有人命傷亡 但也構成了很多不便 全灣線勵景至佐敦站要暫停服務 各站的接駁巴士站都大排長龍 乘客都怨勝在道 我覺得一片混亂 是時間長了一點 明白的 是煩一點 分枝無溪 為甚麼 因為你做不到工作也要加價 就像你家裡的工人不做事 但他問你加薪 究竟出事原因是甚麼? 何時才可以收服? 還在52時半 港鐵代表才在現場交代事件 今天早上大概9時30分左右 一輛全灣線列車 往中環方向的列車 當它進入油麻地站的時候 我們列車的車長聽到聲響 而列車進入列台後 兩卡進入列台後也停下來 而調查工作不同的範疇 我們都會看 也包括了一輛車入站的時候 它停下來的時候 究竟使用的原因 以及究竟整個機制是怎樣 另外當然也會找車長的資訊 初步看到有列車 我們列車第一個 車廂第一卡的第一個轉向架 稍微偏離路軌 另外我們也看到 在路軌旁有一些設備損毀 慢著 轉向架偏離路軌? 即是甚麼? 是否即是出軌? 我們在求生 曾經是港鐵工程師的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轉向架其實就是列車的 你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車輪、驅動系統、制動系統 其實都是連接著轉向架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所謂轉向架 偏離路軌 其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出軌 就是車輪、車輪離開了路軌 為何會出軌?成因未明 何時才可以修復好? 明天大家都要上班、上學 怎麼辦? 其實大家看到現在的車輪都在月台 其實工程人員 待會完成這個 我們也會繼續下去進行復修工作 在修復時間方面 都要進一步再看看修復的情況如何 我們要看較長的時間才能修復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再通知大家 港鐵近年事故一宗接一宗 不方便還是事小 乘客安全才至為重要 你說怕不怕, 無論如何都會害怕 無論如何都會避開這些位置 這些…避不了, 是 比較少回答